常遇春的媽媽聽到說前面這個村莊有妖怪的 就不敢進去 常遇春就勸著她 媽媽,你放心 這個這麼好的地方 你看看 有山有水 房屋又這麼新 這麼光爽 哪裏有鬼怪的 那些人在亂說來嚇人 媽媽 我心中有數 那個白爺婆聽兒子這麼說 就站起來 看了幾眼前面這個新召莊 看見雖然是房舍整齊 人影都沒有過靜嬰嬰 又有點心寒 這裏看起來 還是很多人害怕的 就算沒有鬼怪 但是現在的世道 人妖顛倒 萬一遇到壞人 那時候怎麼辦 媽媽,如果是壞人 那就更加不用怕了 我這支帳八點降槍 七八十人都不是對手 媽媽,你放心 你老人家這麼累 就在那裏休息 那母親看到兒子 鑑有心 又不想譯他的意 就沒有出聲 那時候 膽包天就帶著東家趙榮麗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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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なんか 鬼怪,你身有口 天还未黑,我带法师进里面看看 赵元外就带着常遇春,母子两个进去 那个元外赵荣,还心有如归,提心吊胆 死挨着常遇春身边 那个白夜婆左望右望,心七上八落眼眉条,兼备打冷阵 走进村庄中间,有一座很大的庭院 赵元外就招呼常遇春母子进去 里面很阔落的家师齐全布置讲究 常遇春的森林 这个老庄主也挺客气的,招呼我住最好的房子 胆包天,心知肚明,哎呀,这家屋最可怕的,妖怪来的都先来这里 这个大法师也不知道过不过得今晚呢 召元外安排好住地就问,大法师,你捉妖怪要用什么的工具呢? 诶,逐个把小小的妖怪,用什么这么大洞干锅 我什么都不用,吃饱肚就行了 你先给我做两斤清炖牛肉 喂喂喂,弄軟的,我妈妈没有牙的 一煲牛肉汤,一筷子饼就行了 哦哦哦,可以,牛肉而已,用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一筷子饼呢? 嘿,一筷子饼你都不知道? 哎呀,老元外,你当然很少出外 我乡下最流行的了 喏,用一条吃饭的筷子 冻在那里,将洛饼穿上去 那就穿到满了一筷子,那就叫做一筷子饼咯 召元外一听,嘎嘎嘎嘎上来 哎呀,大法师,你不知道了 我们这里的洛饼,好像棉盘那样大 插满一筷子,起码五斤重了 就怕法师不吃得那么多 哦,你放心,我怕不够 淡包天在旁边偷笑 这个老财迷还没知道厉害 刚才我看见他,一口气喝了半桶水,任他吃 不用多久,把你的身家吃了一半都像 召元外听完常遇春那样说 也不敢多问 马上带着淡包天出去 没多久,两个年轻人就将一盘牛肉 一煲肉汤,一筷子落饼 拿出来,就放在桌上 召元外又问 大法师,还有什么,你尽快吩咐 一会儿一天黑,我们就不敢来 没了,没了,你们回去吧 召元外几天出血之后 常遇春就立刻拔了一碗汤 撕了半块落饼,夹了两块肥牛肉给妈妈吃 老人家的心硬不安乐 只是喝了一碗牛肉汤,吃了那么多落饼,就放下筷子 常遇春呢 多久都没吃过那么漂亮的牛肉和落饼 哇,真是像风卷残魂一样 一筷子饼,就是五斤 一大煲牛肉汤,两斤牛肉 通通吃清光,连汁都吃了 咬咬咬咬,哎,这一餐就差不多 哇,差不多 还能吃的 吃完饭了 太阳开始下山,慢慢天黑了 常遇春就点好灯 铺好床,就扶妈妈上床 老人家心中有事就睡不着 就问,余昌 你什么时候学会俗妖怪的? 哎呀,妈 我什么时候学过呢? 骗他们而已 否则这样,他们哪肯做那么多东西来孝敬我们 母亲听到这么说,就更加害怕 哎呀,什么 你不懂的? 哎呀,你既然不懂 为什么就答应你俗妖怪呢? 哎呀,你真是拿一条命来玩吗? 一会儿真的有妖怪来,那你怎么办呢? 妈妈,你放心吧 哪里有什么妖怪,拿来吓人的 那又不是呀,余昌 如果没有妖怪 那为什么人人都怕,连新屋都不敢住呢? 妈妈,别管他这么多了,有我在这里,你放心睡觉吧 咦,你呀,你还说你 你有什么本事呀?你骗人的而已 又不会捉妖怪 常如春一时,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拗拗一下,头就说 好了,好了 妈,你躺在里面,我躺在外面 那你就不用怕了 就算真的有妖怪来 我躺在外面,他吃,当然是先吃我先的 我这么大件,就够他吃呢 吃饱了,他就走咯 妈妈一听了,就更加吓得云拍都没了 大吉利试过你呀,你胡说 吃了你,那我就依靠哪个呀 唉,别说了,别说了,你睡了 妈妈,那我睡了 上月春呢,将那支帐八点钢枪蹦在床边 噗,他一声吹灯,爬上床 真是说,也没那么快,一吹下去 咯,一声鼻寒 那他妈本来就提心吊胆 听到他儿子的鼻寒,好像大风伤那样 更加心烦睡不着,眼睛睛等天光 刚刚过了二更天 听到天井外边的门 咳一声 接着咳咳咳 轻轻几下脚步声 慢慢越来越响 叮叮叮叮 还夹杂几声 啊 好像女人像身淫一样 又响了几声 叮叮叮叮 好像打茶叉的声 那个白夜破客到毛骨悚 连冷汗都飙了想叫救命 喉咙就好像被人捏着 叫不出声 连吐气都几乎吐不到 就吐力来就推在旁边的常御春 那个常御春成二百多斤重 怎么推得它动得的 照样咳咳咳一声鼻汗 唉 这样就很难怪她的 两个几月来 她服侍母亲 一夜爬山泄水 都没曾吃过一餐饱饭 没睡过一个好觉 难得今天吃了一餐好菜 又有张这么舒服的床来睡 有什么办法不睡得淡晒才行 那伯爷婆就没办法 就出力灭了下儿子的大腿 常御春垂眼懵松坐起床 出下出下大腿 哎呀这么大只木室 老太婆见儿子醒了 才稍微安静一点点 就说了一句 二春呀 妖怪来了 什么 你听一下 这回常御春真的醒了 一听 果然天井外面定定动动 哎呀 真是来的 那常御春一跳 跳起身 顺手拿去那支杖八点钢枪 两步脚就跳到门前 在门那时装出去 那时候二更天光过 明月当空 让天井笑到光橙橙 常御春一看 当堂打了个冷枕 这个黑太岁 二十几岁 都不知道我害怕 怎么写的 现在居然打个冷枕 什么这么厉害 吓得到他呢 原来真是妖怪灯門 不单只一个 大大小小 整班 个个个面都白乱了 皮头散发 头发有点红色 有点蓝色一团乱麻地披下来 那盆眼好像一排鸡 那样刷出来 特别是其中一个大妖精 身高足足有两丈几个头壳 好像大水缸那样大 两只眼好像大汤碗那样 约大耳窗 厉害 另一个那个 Cal 7 che 还低了一颗的厘 常遇春那么高大的人 如果站在他身边 最多到他肚子 要摇高头才看到妖怪的一条理 真的不看见就不信 看见就心寒 怪不得胆包天都吓得面青 连黑太岁都打到他冷震 常遇春的心想 让他进去 就吓死了 不行 我出来跟他拨过 那时候妖怪已经一步步走到迈门 常遇春突然一脚踢开门 那个妖怪打个倒退 一连倒退几步 常遇春一跳跳出天井 刚刚想举起枪 那个妖怪忽然压着嘴 哇 会喷火出来的 好在常遇春缩得快点 如果不是 连眼眉毛都被他烧了 但是常遇春的心想 他胆包天说的果然是真的 是的 现在母亲人在里面 走又不走得脱点 死了死了 跟他打过去 常遇春举起那支杖八点钢枪 照正妖怪的心口就刺过去 那个妖怪又是倒退几步 避过这枪 常遇春一看 当堂心都定了 好 行了 刚才我怕你 原来你妖怪都怕我指钢枪的 那就可以了 你怕枪我就不怕你了 常遇春一个战步冲前 把那支银枪向上虚仿一枪 那个妖怪快点蹲下头鼻 常遇春一收枪 跟着一个反手来个白红荆天 打横掃过去 逼白一声 整个妖精摸在地上 这回就不理你是什么妖怪 你先捱我枪先 常遇春举起枪就对证 只听到妖怪大声 救命啊 救命啊 壮士手下流程 我不是妖精 我不是妖精 我是人 我是人 然后妖怪 把头壳脱下来 然后那个人呢 又脱了那件大白红荆天 常遇春一看 唉 怪不得整个异象多高 原来这个人双脚下踩着高桥 那高桥足足足八尺高 那么一个人踩着八尺高桥 又用了带来做头壳 再加上几尺高的孝母 那有什么办法 不是两象多高啊 再看人下妖怪 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 生的五官端正样子 还很英俊 那个年轻就大声说 喂喂喂 你们大家还不快来拜见壮士 天井那本大大小小妖精 一个个脱下校袍假面具 跪在地上 常遇春一看 个个眼耳口鼻齿喘 都是人来的 人我再多来都不怕了 刚才几乎被他们吓死了 这些人当然流亡地貌 想来杀人搶劫 常遇春拿起那支帐八点降枪 喊开一声 你这些恶人 居然装神扮鬼来吓人 老老实实说清楚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还这么无耻勾当 有半句假话 我们一枪一架 统统送你们坚言网 那个带头的年轻就说 请壮士输罪 我们是这里的窮苦百姓 现在这座新赵庄 本来就是我们住开的 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 谁知道那个赵荣 持着他有钱有势勾结官府 将我们四十多户人家 统统赶扯了 搞得我们离乡别井家破人亡 赵荣将我们四十多户人家的房屋 拆起了这座庄园 我们又不忍这口气 要报仇 所以夹上一帮人扮鬼 摸进来吓他 我们一心就想赶他扯 没其他东西的 就算你说是实情 那你赶他扯就算了 怎么会害死这么多人命呢 不是啊不是啊 我们不是想害人的 那晚我们想吓他 那我们用烟来烤他 想烤云他 谁知道烤得厉害了些 有几个烤死了 那连赵荣的儿子也死了 又有几个吓死了 我们不是有心杀人的 那今晚你们就想来吓我了 是是是是是 因为今天听说 说有个黑大汉来俗妖精 我们以为也是以前 邀请的那些法师 不耐客的 谁知道 谁知道壮士那么厉害 不但不怕鬼怪 而且武艺非法 请壮士多多原谅 多多恕罪 跟着整班人一起跪下 叩头认罪 常遇春看这班人 相貌举止都是耕田人家来的 听他们说 又多值得同情 就说了一句 好了好了 不杀你们了 通通入里面 那班人就提心吊胆 伏伏贴贴跟着入厅 大家坐下 点起蠟燭 常遇春又问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当然不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壮士那么厉害 我们还敢来送死吗 哈哈哈哈 算你们今晚好彩素 如果我刚才一出来 就放开手脚来打 你这班人不死了 都怕死了一大半 我就黑太岁常遇春 蛤 你就是打虎将军常遇春 整班人又是跪下叩头 我们九民黑太岁打虎将军大明 我们这班年轻人一共十几人 因为无家可归 现在躲在山上 不如就请你上山 当我们的山大王 我们现在虽然人少 以后再招兵买马 那就可以和官府斗过 那如果你不愿 那不如留在新召庄 那个老鬼趙荣 不敢来找你了 你留在这里 那晚上教我们武艺 我们就拜你为师 愿意供奉师父的生活 慢着慢着 等我和母亲商量一下 接着常遇春就回到房 过了一会儿 就带着母亲出来和大家相见 他母亲就说 既然乡亲那么信赖你 那我们就暂时住在这里 一来暗中查访你兄弟的下落 二来也找到个安身之地 方便一会儿 你不是教他们武艺 就是这样 常遇春就和那帮年轻人约好 他就住在新召庄 今天大家又说又笑 常遇春总有一些好奇 就拍拍那扮大妖精的年轻人肩头来问 喂 你扮大妖精也挺像的 为什么你的口会噴火呢 师父 没什么巧妙的 我肩头上安了个罗框 罗框上面我挖了个大嘴 里面安了一条药管 就扫着火药进去 我手就拿着香 一扎着一条忍 就向外噴火了 平时我很少用的 那些俗鬼的法师 一见到我的样子就吓坏了 不过师父又胆大 不怕我才用这些招 常遇春听完就笑了笑 如果你刚才烧了我的眼眉毛 我就不肯放过你了 那你就不用扮鬼了 以后你变真的了 那个年轻人伸了一条舌头 其他人就嘎嘎声笑 大家讨论了一轮 就快天亮了 那些人就一起告辞 师父我们去吧 我们晚上才来事后 师父啊 说完整班人一阵烟就走了 第二天天亮 召元爱和胆包天周虹 两个人来了 咦? 静英英的 两个人就提心 吊胆摸到入常遇春住的房间 看到常遇春睡在床上 移动也不移动 那伯爷婆不知道去哪里 哎呀!难道被妖精吃了? 这个大人睡在床上 又不知道是生人啊 还是死鬼 那伯爷 那伯爷 这个大人被宝导电 整人是一样的 打冷矿 轻手轻脚 走过去 推了一打 常遇春 常遇春 整个人跳起来 叫她 又来了? 那個膽包天嚇到坐在地上, 召完我整個蹲在那裡, 常遇春用手搓兩下眼打了他哭裸, 召完我那時候才定了臣, 快點上前說了他, 大法師,沒事吧? 沒有, 不過累了, 昨晚搞了我一晚, 你這家屋, 確是冤氣重, 我去過這麼多地方, 都沒有碰到這麼多妖怪, 昨晚我起碼碰到七八十個, 占不得就被那個最大的白面鬼走掉了, 我剛才閉著眼, 拍摸一下, 我還以為妖精找到他師父來跟我較量, 好了, 我媽媽在廚房裡面煮水, 我喝完水一會兒就扯了, 磊外, 你幫幫幫我找些乾糧來吧, 那個趙榮經常遇春住一晚沒有到事, 心中已經佩服, 聽到他昨晚捉了幾十個妖怪, 更加誤看頭地, 之後聽到他走掉了最大的那個, 現在法師說要走, 那個趙榮一越苦苦哀求, 大法師, 為人為到底, 你無論如何不能走, 你不要走, 你留在我那裏, 幫我捉那些妖怪, 我一定厚厚籌謝法師的, 常遇春呢, 還裝模作樣, 推三推死, 趙榮愛就更加急, 日後在那裡捉, 捉了很久了, 常遇春就答應下來, 我就在那裏住下來, 幫你鎮住那些妖怪, 趙榮愛見到常遇春答應就十分款你了, 有他來坐鎮, 將來把妖怪捉了, 這樣這間身,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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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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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身上. 身上, 身上. 趙榮愛立刻吩咚泡泡天, 叫 人拿糧食和用品来公奉常遇春武們子, 並對常遇春說, lei的村葱前面幾百礦田不見就像現在, 現在沒人肯敬, 只要你有力氣,有得你肯敬, 這 nggak多少人是你來掩蓉, 說更為白白雕荒的,一 caffe死也好。 就住在这座新召庄 现在有食有煮 两子也不用日夜奔波 日子就好过得多了 这么大座村庄,两子也住 住得久,母亲也心烦 就想最好有些人来住,热热闹闹,有谈有说 免得这么孤单 有一天,常遇春出去附近趁虚 见了一帮在河南来的难民 有20多户人家,拖男带女,无衣无食到处逃亡 一问,原来那边发大水 将那些壮年男子拉出官差开河做苦工 常遇春就跟这帮人商量 叫他们通通改造圣上的 认是自己亲戚 搬进来新召庄主 常遇春就报给园外听 找了一帮亲戚来住,跟他看屋 建立坑他的田 那召园外呢,被鬼嚇怕了 自己还没敢搬进去住 田又没人来耕 又不敢得罪常遇春,怕他走 靠他来镇如妖精 故事无可奈何,也答应了 随便收多少田租 房屋就暂时不收租了 横祖这么多空,有人住着 他还不需要自己出钱来收屋 于是,死气沉沉的新召庄 现在又是生机勃勃 常遇春母亲这回就开心了 和那帮白爷婆大姑娘 房纱直部养鸡喂养 常遇春就带上那帮年人 日头落田耕种 晚上教大家练习武艺 男女老少齐心合力 常言道人勤地不懒 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这个新召庄 居然变得喜喜扬扬 家家风衣足食 全庄人亲密 好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天 常遇春刚在家里吃饭 忽然有个年轻人跑进来煲 不得了,有些恶人在村外横行霸道 骑马踩坏了和田 他还要挨人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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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换员 来了 嗯 别人 我